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好 我们已经学习了RAM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在实际使用它们时 我们更关心如何才能正确地读写其中的数据 这与读写控制信号的时序密切相关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这部分内容 由于实际的逻辑电路都存在延迟 而且信号经过不同传输路径的时延也不同 所以在读写SRAM时 对各种输入信号会有一定的时序要求 输出的数据也会有一定的时延 描述这些信号持续关系的波形图 常称为定时图 这是一种典型的SRAM读操作定时图 前三行分别是读写 片选和输出使能控制信号 整个读过程中 写信号始终为高电频 而且在片选和输出使能信号有效前 地址已经有效 看定时图时要关注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控制信号和地址信号有效后 多长时间输出数据才会有效 二是控制信号失效和地址信号变化后 输出数据还能保持多长时间 图中各时间参数的具体含义分别是 TRC是读周期 只连续进行两次读操作 所需要的最小时间间隔 TLZOE是输出使能高阻维持时间 反映输出使能有效后 数据输出仍维持高阻的时间 TLZCE是骗选高阻维持时间 指骗选有效后 数据输出仍维持高阻的时间 TACE是骗选存取时间 反映骗选信号有效 到数据稳定输出的延迟时间 TDOE是输出使能时间 指输出使能信号有效到数据稳定输出的延迟时间 它通常小于骗选存取时间 THZOE是输出使能保持时间 反映输出使能无效后 输出数据仍保持有效的时间 它通常小于输出使能高阻维持时间 THZCE是骗选保持时间 反映骗选无效后 输出数据仍保持有效的时间 它通常小于骗选高阻维持时间 这些时间是能否正确读取SRAM数据的关键 特别是在高速工作情况下 为便于大家学习 将这些时间参数的含义列在了表中 为了使大家对此有更具体的印象 这里也给出了一款实际SRAM产品的参数值 可以看出这些时间基本上在纳秒数量级 只有在满足相关参数的最低要求时 才能顺利完成读操作 器件制造商都会在数据手册中提供这些参数值 设计读写控制信号时 一定要仔细阅读数据手册 但是需要注意 不同的制造商对这些参数的定义会略有不同 这是SRAM的一种写操作定时图 整个写过程中 输出使能信号始终为高电频 地址在骗选有效前已经有效 各时间参数的具体含义如下 TWC是写周期 TSA是地址建立时间 反映在写控制信号有效前 地址必须稳定的一段时间 TAW反映在写控制信号失效前 地址必须保持有效的时间 TSD是数据建立时间 反映在写控制信号失效前 数据线上的数据应该保持稳定的时间 THA反映写控制信号失效后 地址需要维持的时间 THD反映写控制信号失效后 数据能维持的时间 同样 这里也列出了写操作的时间参数说明和实际产品样例 大多数SRAM的读周期和写周期是相等的 不同产品的工作速度会有不同 周期一般为几纳秒到几十纳秒 Dram的读写操作也与SRAM类似 只是增加了刷新操作 存储器的读写定时图 详细描述了正确读写数据的规定和要求 它们是用好存储器的关键所在 好了 这个知识点就讲到这里 再见